现在是冬至日 根据古人对乌侯的描述 我觉得非常科学 一后 蚯蚓结 二后 泥脚结 三后 水全洞 李时珍对这个现象描述得更清楚了 他说 泥洗澡而属因冬至结脚 古人的说法就一定准确嘛 到了冬至这一天 鹿脚就都掉下来了 我们还是去采访一下这些当事人吧 不太对呀 今天是冬至日呀 怎么这只麋鹿还顶着一对脚呢 你好 请问您的鹿脚怎么还不掉 是遇到什么问题了吗 才不是呢 我的脚本来就要掉得晚 我们这种脚比较小的都这样 有些甚至要到一两个月以后才掉落双脚 没有脱脚的那些鹿呢 比如有的是一副脚 就是还处于这个小小脚尖的状态 那就是最年轻的两岁的鹿 好吧 这怎么还有个独角兽 请问您的脚为什么不是两边一起掉呢 不瞒您说 我都没见过两脚一起掉的 但可能也有这种情况 我也不好说 走了 忙着呢 世上正常的公路落脚啊 经常是一只脚先脱落 那只脚还在头上顶着 然后过不久呢 再脱落 看 这只麋鹿的双脚已经脱落了 鹿脚断掉的位置还带有一些血液 您好 请问您疼吗 你是看不见红色吗 我这流着血呢 你流血疼不疼 我这鹿脚盘要疼好几天呢 它得慢慢愈合 然后颜色变深 但之后我可就要开始长鹿绒了 你看 就它那样的 鹿绒的事你去问它去 这才冬之日 怎么就有迷鹿长出这么大的鹿绒了 您好 靠边靠边 别挡鹿 我不接受采访 我得去看看 有没有谁的鹿绒 长得比我快 我好揍它一顿 落脚的都是大公鹿 有些呢都抢先 就把鹿绒长出来了 长得都已经比小公鹿的脚还大 还粗 实际上它就抢占了先机 等到来年母鹿发情了 它呢 抢先当成了鹿王 所以冬至日这一天 我们一共看到了四种情况 鹿角掉了的 没掉的 掉一半的 鹿绒都长大了的 但大多数米鹿 却实像古人描述的那样 在冬至前后脱落鹿角 也是从此时开始 它们陆续长出新荣 一个月时鹿绒就能长到 我们的手指那么长 两到三个月的鹿绒 就能长到我们的小臂那么长 到第五六个月的时候 鹿绒就生长完毕了 化过之后 便成为了坚硬的鹿角 这就是它们的新武器 用于每年的鹿王争霸赛 请你猜猜看 鹿绒生长期间 公路如果发生斗争 它们会用什么方式攻击对方呢 这神奇的物后学 我们也再次感谢郭庚老师的讲解 不过人脱落不好看 那鹿脱落更难看 但是长起来 就是为了去战斗的 来 结果这一题 请问 长出鹿绒的迷鹿 如果发生争斗 会用什么方式来攻击对方 单选题选项A 用鹿绒顶撞 选项B 用前肢蹬踹 选项C 用体侧撞击 评显四位的选择 顺序过去B C C C 没有人舍得用鹿绒是吧 鹿绒它刚长出来 肯定会很脆弱 万一又给顶舌了怎么办呢 没错 它用前肢蹬踹 可能确实第一是攻击力比较小 而且第二就是我觉得 它不太能够保持一个平衡 它最有力的 其实面积最大的 应该是它的身体 把它挤倒 那那个画面是不是有点相互挤的 那个感觉 就是侧面吗 侧面撞击吗 补充一个问题 人之间啊 比如说因为什么事情争斗啊 最靠谱是什么 咱没脚 手啊 说什么呢 你说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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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肢的话呢 因为它奔跑起来比较的有力 所以我觉得它的这个肌肉 它发力应该也会比较猛一点 体色哈 我当时高老师 我真没想法是这样挤 你以为是怎么挤 我以为是转着挤 所以我觉得就不太可能 你那是跳舞了 你还撤撤啊 来吧 验证 一下 掌绒期间的公路 偶尔会有一些争斗 但由于新掌出来的鹿绒 十分脆弱 且有知觉 有痛觉 所以双方都不会贸然撞击 而是采用后腿支撑 前腿蹬踹的方式进行攻击 你答对了吗 正确答案 来 宝贝 陆绒呢 完全骨化以后 就成为真正的鹿角 因为发现呢 大自然真的是安排得特别好 鹿该什么时候长 该什么时候掉落 因为它长在头上 它太沉了 对它来讲是个累赘 它呢 交配繁殖完了以后 鹿角其实对它来讲 就是无用了 那么大自然也很好的安排 就让它掉下来 让它缓一段时间 然后来年再长 我们古人呢 非常好的去总结 去观察很多很多的动物的一个状况 因此的话呢 当你作为一个大自然的有心人 去观赏欣赏周围的变化的时候 你就掌握了物后学 同样呢 你也就真正的去 把你和自然和周围的生命 融入在一起 这就是我们倡导大家的 人与自然 人与野生动的一种和谐的状态 好 谢谢博士